郎当入狱 悬赏通缉 曾经风光一时的六位富豪 如今现状一个比一个惨 有人败光家产成老赖当街下跪债主 有人露宿街头靠石荒为生 下面一起来看看这六位富豪都是谁吧 第六位 许家印 5月12日的深夜 中国恒大地产发出了一则令人震惊的声音 揭开了一个巨大的财经新闻 恒大的大老板许家印 竟然成了被执行人 曾经的财富巨头 一度光芒四溢 堪称财富风云人物 然而命运之轮却在不经意间转动 恒大的债务危机爆发 庞大的1.9万亿债务 让这个巨人一夜之间坠落 从此再也没有起来的机会 短短六年间 恒大如梦初醒 债务远远超过资产 许家印也陷入破产的困境 5月12日 广东省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 正式发出了执行通知书 而通知书上的被执行人 竟然就是许家印 根据恒大公司的公告 这场仲裁于2016年12月 至2020年11月期间 与特定投资方签署的协议有关 这些投资方以500亿元人民币增资 获得了恒大地产1.6%的股权 恒大还终止了 与深圳经济特区房地产股份 有限公司的重组计划 仲裁申请方要求恒大 以及许家印本人履行回购协议 并支付拖欠的分红 违约金和利润 业内专家认为 通过仲裁和执行程序来解决债务问题 代表了市场化和法制化解决纠纷的手段 要求执行 那么许家印本人可能会被列入失信 被执行人名单 也就是可能将成为老赖 第五位 李图纯 腾经 太子奶也算是中国乳酸菌牛奶领域的龙头 他们年销售额高达30亿元 遍布全国的7000多家经销商 在1998年 创始人李图纯以高达8888万元的天价 成功抢下了中央电视台的黄金广告位 这为太子奶带来了无以伦比的知名度 太子奶迅速崭露头角 很快成为中国乳酸菌牛奶市场的翘楚 他们的产品以独特的口感和高品质而著称 深受消费者喜爱 甚至还制定了整个行业的标准 就在太子奶风生水起的时候 危机悄然而至 为了迅速扩张业务 李图纯大量借债 引入了英联 高盛 摩根士丹利等国际投行 借款高达7300万美元 市场变化和经营问题导致太子奶的资金链开始崩裂 最终陷入了沉重的债务危机 2009年 太子奶的巨额债务问题曝光 诸州当地政府不得不出面 成立高科奶业公司来接管太子奶 然而这个危机并没有就此结束 2010年6月12日 李图纯被诸州市公安局刑事拘留 15个月后才无罪释放 这一事件给太子奶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 业务蒙受了严重的打击 曾经个个都是亿万身价 如今一个比一个落魄 这六位富豪到底经历了什么 第四位 李兆慧 李兆慧这位曾经的钢铁巨头 带领着他的家族企业海星钢铁一路风光无限 成为了山西省的一颗璀璨明珠 在他的统领下 海星钢铁曾经一度登上中国民营钢铁企业的巅峰 风头无两 那时的2010年 他的个人财富已经攀升至惊人的100亿元 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首富 其名声媲美新闻头条 李兆慧的生活奢侈无比 他的婚礼堪比王室盛典 引得世人瞩目 然而人生充满了未知数 恰在他得意洋洋之际 黑云压顶 企业开始陷入沉重的泥潭 市场风云变幻莫测 决策屡次失误 再加上他个人的高额投资 让海星钢铁逐渐陷入了绝境 2014年海星钢铁宣告破产 李兆慧也从巅峰跌落谷底 百亿财富瞬间如风而逝 因为他的庞大债务无法挽回 短短十年 从百亿身家沦为老赖 这位曾经的山西首富 一夜之间沦为中国商界的颓废代表 他的财富就此烟消云散 成为了一个堂堂败家子 从2015年最后一次在公众面前出现 到现在已经八年了 李兆慧再没露过面 第三位 朱新李 朱新李出生在普通的农民家庭 他以惊人的毅力和创业精神 创立了会员食品饮料有限公司 但要让这家公司获得认可并不容易 最初的挑战是销售问题 朱新李不畏艰难 独自前往德国 历经七天的坚持 终于成功签下了第一份果汁合同 这个时刻标志着会员的崭露头角 而朱新李成为最大的赢家 据说他的身价曾一度飙升到61亿 他也因此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 风光的背后 朱新李也面临着巨大的风险 资本市场充满机遇和危险 当中国商务部干预可口可乐 收购会员的计划时 朱新李的企图受挫 销售渠道也被切断 会员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从此以后 会员一直陷入亏损状态 尝试改变销售模式 朱新李开始依赖借款来维持公司的运营 然而这却导致了恶性循环 尽管采取了各种新的营销策略 包括利用网红的力量 但效果甚微 到了2017年 会员的债务已经堆积到了惊人的百亿规模 朱新李面临着巨大的压力 不经过董事会批准 他采取了违规的借贷行为 最终导致会员果汁公司停牌 事态失控 到了2021年 会员不得不宣布破产重组 朱新李的个人债务已经高达29.39亿 他被列为老赖 受到限制消费和信用破产的严重影响 痛哭下跪求债主原谅 露宿街头靠减破烂为生 曾经亿万身家的六位富豪 如今为何如此落魄 第二位 江元臣 江元臣曾是一位野心勃勃 质得意满的企业家 他一直追逐着更大的成功和更多的财富 随着事业的腾飞和欲望的满足 他逐渐抛弃了自己的良知和道德准则 他常常在外奔波 不顾家庭和亲情 将事业凌驾于一切之上 他的妻子和孩子被他的冷漠和疏远所伤害 后来江元臣遇到了一位年轻貌美的女秘书 他的风情吸引了他 于是他开始了一段婚外恋 他彻底抛弃了气 这位情人利用自己在公司的地位 逐渐掌握了江元臣的心 计划与一名代理商共同进行欺诈 企图骗取公司的资金 当江元臣得知自己被情人出卖时 他的世界崩溃了 听到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后 江元臣一下子崩溃了 贪坐在地上 他终于醒悟到自己已经破产 他被迫变卖所有的家产来偿还巨额债务 从那刻起 江元臣的生活彻底改变 他日渐憔悴 头发蓬乱 只穿一身破酒衣衫 他依赖公共卫生间的设施 减食垃圾勉强维持生进 日子过得苦不堪言 第一位 张增加 张增加出生在陕西西安的普通工人家庭 从小就被生活的苦难折磨着 然而他的坚韧与毅力在十几年的拼搏中 培养了他成为一名亿万富翁的梦想 这位普通的西安小伙子在努力奋斗的过程中 意外地成为了亿万富翁 但这个成功却让他的野心不断膨胀 他坚信只要付出足够的努力 他就能积累更多的财富 于是他决定离开木材加工厂 踏上了汽车贸易 当他做出这个决定时 木材加工厂的高层都强烈反对 然而张曾佳已经被可能的成功冲昏了头脑 听不进任何反对声音 直接花掉800万成立了 宝发汽车贸易有限公司 由于前期巨额投资和缺乏经验 在2012年宝发汽车正式宣告破产 张曾佳也深陷债务泥涨 但他不甘心失败 一次又一次地增加投资 希望能够扭转局势 然而到了2018年 整个汽车贸易行业都陷入了低谷 张曾佳的生意陷入了前所未有的困境 他不得不面对现实 停止自我欺骗 尽管他放弃了 但他的生活并没有回到正轨 之前的决策已经让他背负了巨额债务 51岁的他欠债超过2000万元 经过破产清算 还剩下约600万的债务 为了偿还债务 他选择重新投身工人的队伍 成为了一名米瓦匠 一位直播博主在街头偶遇了他 当他想搬回家时 决定采访这位曾经的亿万富翁 张曾佳毫不尴尬 勇敢地站在镜头前 坦言自己的错误 当他激动地谈到过去时 他甚至当众下跪 向曾经因他而受影响的工人们道歉